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 星期一 來到下午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香港市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根據HK01有一則最新報道 提到必利通缺貨 有藥房分拆出售 12粒裝 炒到多少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一邊也說說 急症室爆滿情況相當嚴峻 多間公立醫院 輪候的時間超過8小時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大家知道通關過後 醫療系統承受壓力是備受關注 另外有一則新聞想和各位了解一下 話說有一個富豪 投資失利 再難倒 輸了一千萬 書清光過後 流落街頭 淪為露宿者 新聞說他揭發了備行中心裏有亂局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說到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必利痛缺貨 估計明初才會翻貨 有藥房分拆必利痛出售 12粒樁現在炒至最高是120元 報導的流氓是如此 隨著內地和本港疫情都嚴峻 近日必利桶再度缺貨 HK01的記者在日前12月25日 巡視旺角和深水堡多間藥房和連鎖藥裝店 有店員表示相關的貨品已斷貨兩個星期 預計最快都要明年初 廠商才會再供貨 深水堡一家萬寧今早曾經一度有必利痛出售 大約某一小時內已被一掃而兇 旺角有藥房尚餘少量必利痛的存貨 職員將一盒分拆成幾排出售 一排12粒的必利痛炒高至120元 報導內文提到 記者近日在旺角和深水堡一帶的藥房看看 大部份藥房的必利痛全部賣光了 有藥房的店員表示藥廠通知最快都要明年初才有貨 就說每個人都買死這款牌子 一定沒有貨 深水堡有家萬寧今早有小量必利痛突快配方和雙風感冒熱飲上架 可以供市民購買 幸好撞正貨的市民圍著貨架選購 並表示要大量購買寄回內地給親戚 但遭到店員提醒表示會人只限購兩盒 開店約磨一個小時 含有舒緩發燒成份的必利痛突快配方已經全部被人買了 至於何時再翻貨 店員都說不知道 旺角幾間連鎖藥妝店的必利痛都一掃而空 貨架之上空空如也 有藥房只買一盒必利痛特效配方10粒 標價82元 另外有藥房將原本合裝的必利痛分拆銷售 一排12粒叫價120元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必利痛市面上基本上全部賣了 有些藥房有少量藥就剩下 於是分拆出售 最新的炒價去到一排12粒裝120元 另邊商問過藥廠 藥廠就說最快也要明年初才會翻貨 不知各位網友各區的情況如何 不妨留個月大家一起報報料 另邊商也說說公立醫院急症室情況 根據AM730的報導 多間公立醫院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 病床使用率迫爆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醫院管理局網站顯示 截至今天12月26日下午1時15分 本港有三間公立醫院急症室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 當中以北區較嚴重 北區醫院和天水圍醫院同樣要等超過8小時 根據醫管局網頁 截至下午1時15分 有北區醫院、天水圍醫院、聯合醫院 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 而東區醫院亦要等長達7小時 律敦寺亦要等6小時 位於九龍廣華醫院雖然顯示輪候時間是2小時 但有病人表示在禮拜日12月25日夜晚受傷入醫院 由昨晚8點等到今早才完成診治 等了十多小時 又指金正室禮拜日夜晚曾經超過100人後診 亦有人表示陪同老人家求診 但等了多個小時 仍未獲安排上病房 以上來自AM730的最新報道 各大高立醫院的急症室迫爆 等超過8小時 各位老人家、老友記更加要注意身體 非緊急的話 最好看私家診所 但若然現在的急症室迫爆率已如此高 通關過後怎算好呢 這不能不成為擔憂 高層不擔心有許多預案 但前線的醫護人員做到死 若然通關過後又正值冬季 農曆新年 會否香港公營醫療體系面對極大壓力 現在仍未知之數 另必須亦和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則新聞 根據HK01的報導 富豪投資失利 災難倒 輸成千萬和兩間屋 輪為露宿者 亦揭發這個被行中心 原來有亂局地說 報導的內文是 政府官方記錄全港有超過1500名的露宿者 會人都有淪落故事 年近80多歲的油漸旺區無家者穩宿 14年前原本是有樓在手的千萬富豪 不過2008年亞洲金融風暴 令到他輸了近800萬元的投資 負債的他原本以為可以在賭桌上賺回來 結果在賭船上再輸600萬元 兩間一共價值200多萬的房子就抵押還債 染上毒癮 最終妻離止散 連腦都要流落街頭 近年尹叔亦有積極的一面 就是做義工 以無家者的身份幫助其他無家者 踏入冬天不時突然天氣轉冷 尹叔寧願找地方避航風 也不入避航中心 因為他發現避航中心品流複雜 擔心被人偷東西 也曾經見過有人在裡面吸毒 就說以後無論多冷 我都不會再去避航中心 因為好賭成癮 尹叔的太太帶著三個子女離開了他 至今沒有跟他聯絡 而他最終輸清光 要流落街頭 尹叔坦然一開始的怒宿生活 曾經受到歧視的 指他是社會寄生蟲 不過他說多年以來 已經習慣了露宿街頭 後來更加喜歡這種居無定所 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平日大多在油尖旺區等地遊走 例如太平道和文化中心一帶 問到近日天氣寒冷 如何找地點 他說一定要找一些避到風和水的地方 例如建築物或樓梯轉角位 平日都會在球場、體育館等室內場所站住 問到天氣洞會否入住避航中心 尹叔表示絕對不會去避航中心 因為他試過 入住的經歷太差 也說擔心樓梯的時間會被人偷東西 令他連僅有的家當也沒有 加上他發現有人在避航中心吸毒 於是下定決心不再入避航中心 尹叔長達14年的流浪生涯期間 沒有領取過縱援等基本生活津貼 他說政府靠不住 尹叔的益術 在2017年 當時前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新官上任 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園探望無家姐 當時尹叔拿著一份施政報告 詢問羅志光 施政報告中為何沒有提到任何有關無家姐的政策 他記得羅志光當時的回應 是呀 就沒有下文 他感到相當氣憤 明白政府始終依靠不住 以上折錄於來自HK01的報道 記者都相當有心 可以寫出這個故事 尹叔之前試過有千萬身家 結果因為爛倒 輸了 流落街頭 亦揭發了一來避航中心的亂象 不知道當局是否有所跟進 另一邊相亦都在說 話說羅志光原來和他有一面之圓 不過這一面之圓令他覺得政府真的靠不住 我是邝仔 跟我們下節的短片繼續聊天